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届我们锻炼与重构系列讲座 然后这个讲座系列 这也是在我们上海的第一场 这个讲座系列它其实是依托于今年两场UCCA举办的展览而举办的 一个是马蒂斯的马蒂斯和一个现代主义漫步 这两个都是有关二十世纪这种现代主义时期 我们叫现代主义时期艺术的这种两大展览 所以大家也能在我们的展厅里看到很多像马蒂斯 像毕加索就这一类的这种现代主义大师们他们的作品 但是就是在学术界就是这种现代艺术当中的现代主义 和我们学术界讨论的现代主义现代性 它其实是有这种微妙的差异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UCCA联合了这个北京大学博物研究中心 我们一起举办了一共是五场 这是第二场五场讲座系列 试图去给公众一个思考了解这种有关现代性现代主义 当然我们每个讲座它其实都有不同侧重 比如说我们这场是侧重于佛教禅宗这样的一个线索 同时UCCA作为一个当代艺术机构 当代艺术的这种开放性跟包容性 也是体现在我们这个美术馆当中的 就作为一个美术馆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不光是艺术 它也是一个面向公众 它其实有容纳各种各样的讨论 和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的一个场所 像我本人其实非常得意于早年间 就是我当时还在高中生的时候 可以自由地出入北大和清华的校园 去听各式各样的公开课跟这种演讲 就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就是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UCCA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机构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机构 它的门是有各种各样的开放性 跟开放给所有人 对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来介绍今天的讲座嘉宾 龚俊龚老师 我跟龚老师其实也是老相识了 所以也是很感谢这次机会 我们能够坐在一起来讨论一下禅宗 而禅宗本身也是龚老师 一直以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跟研究的重点 龚老师在20年前 出版过一本叫《禅史勾成》的书 就那本书从一出版 其实就在中国国内的学界 引起了一些算是争议吧 就是我最近回顾一些历史资料 发现当时的很多学者会觉得 龚老师的这个书是过度西化的 是一个被冠以比如说后现代这样的名称 但是像我本人 我是在美国哥伦比尔大学 接受的佛教的这个学习 但是在我看来 龚老师那本书恰恰又是一个非常调和 就这种介于这种欧美的这种研究路数 一个研究脉络和这种非常传统的东亚 或者说中国的研究脉络之中的一个存在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视角 其实我觉得也很能反映 龚老师研究的一个特点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龚老师调和 也许是龚老师对我来而言 是一个龚老师的特点 那话说回来 我们就准备开始今天的讲座 讲座的标题叫 《一段有关禅宗本身的公案》 《禅宗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也是一个非常我们说overloaded 就是有过度含义过度解释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对学术界来说 它也许是一个过去的事情 对公众来说 它也许是一个可能很遥远的 可能跟日本相关 可能似乎来自中国 但是又有些模糊不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它是一个京都罗安寺的一个枯山水 就是最近可能很多人都会去日本旅游 就是去了京都 就会发现京都有很多的寺院 他们里面都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石亭的景观 然而就是很多的 无论是导游也好 无论是已知的 很多我们能轻易找到的文件 都会把这种枯山水 和禅宗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的第一个部分叫禅一些眼前矛盾的案例 这张照片是在龙安寺枯山水 龙安寺本身是一个妙新寺派的一个寺院 它是一个典型的林济禅禅禅宗寺院 再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拍的有点不清楚 它这是在和歌山县的金刚丰寺 这个也是一个苦山水 但是这两者的不同就在于 金刚丰寺 可能有熟悉日本佛教的朋友会知道 它是一个真言宗密宗的大本山 就大本山的意思是一个很核心 空海创立的最早的一个寺院 然后这个真言宗跟禅宗的区别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无论是他们的信仰的主神 比如说真言宗信仰是大日如来 包括他们的遗鬼 他们的每天的形式 其实都是非常不同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一个被紧密的 和禅宗联系在一起的艺术形式 假设它是对的 那为什么它同时会出现在一个 真言宗密宗的寺院 就是这就是第一个 我们眼前现实中的矛盾 当然很多学者 他们也有很多的考证 比如说有关这种枯山水 比如说一般意义上 他们都说枯山水体现了一种 对空无的体现 或者一种对永恒的向往 但是枯山水这个名词 其实是二十世纪初 一九二几年之后 才被广泛的应用 且和禅宗紧密在联系 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二十世纪初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 它也会之后 一直会出现在 我们的这个讲座当中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例子 刚刚说完了这种枯山水 那我们再把视角 转到当代 现当代艺术上 在上个世纪的美国 也就是五十年代四十年代开始 有一大批的美国艺术家 他们其实都对禅宗 当然也有 比如藏传佛教系统 都有着非常空前的热爱 比如说这本 这是一本书 是John Cage 约翰凯奇 那位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 他出的一本 有关龙安寺的 就是刚刚我们第一张图片里 那个寺院的 石庭的一个绘画 就他这一本小册子里 大概有一百多张 他的素描 都是有关他个人 对于这个石庭当中 石头和空间和时间关系的 一个个人式的一个描绘 同时约翰凯奇 也是那个时代 最著名的和禅宗联系 也最紧密的 由于他跟林牧大卓 也是我们今天 这个讲座的主角 和林牧大卓之间的关系 以及受到林牧一贯的影响 然后很多人都会 把它当作是 林牧在美国 当时的当代艺术圈的 一个弟子一样的存在 当然除了John Cage之外 还有一大批艺术家 他们其实都是 直接或间接地 受到了这个林牧大卓的影响 就左边我有一个 小图片 就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1952年到1957年之间 林牧大卓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 排课的课表 就是他到底 他其实这五年间 一直在上课 然后最早是周三周四 然后后来一直是周五 就作为现在的学生 我不太理解 他为什么要在周五晚上上课 如果他现在在周五晚上上课 可能没有学生会去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 当时阿瑟丹托 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 艺术史学家 哲学家 理论家 他当时也在 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任教 他当时记录了一个 他写过一篇文章 叫上西区的佛教 他在那篇文章里说 他说 这句话他在说 来参加那个课的人 是一些非常exotic 非常特别的一群人 就他说 跟哥大本身的学生比起来 他们像两种不同的渔群 他说的这些非常特别的人是谁呢 其实就是当时在纽约的 当代艺术家 这有一个小名单 这些名单是阿瑟丹托他记录的 里面包括了很多 今天非常知名的 像艾格尼斯·马丁 那位女性极限主义画家 然后包括像 唐纳德·贾德 Philip Gostin John Cage 就一系列的那个时代 最出色的艺术家 其实都在林牧北人的课堂上 然后我之前 整理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忘了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 就是阿瑟丹托北人 就是他在另一篇访谈当中 他其实说到 他说他一度曾经 非常的执迷于禅宗 我觉得这一点是 也是我这次做这个展览的时候 才意识到的一点 阿瑟丹托作为一名 对当代艺术理论 有着重要影响的这种 理论家 哲学家 禅宗 对于他的理论当中 究竟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过去的艺术史学家也好 或者 宗教 做宗教研究的人也好 之前没有注意到 或忽略的一个主题 对 然后刚刚说完了 这张的标题 我忘了忘了说了 叫爱和恨 就刚刚我们说完了爱的 该说完恨的了 这个作品是 韩裔的艺术家 李宇焕的一个作品 也是非常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家 但是呢 李宇焕的作品 他这是一个他的访谈 他跟伦敦泰特美术馆的策产人的访谈 他在里边说 他说我的作品经常被人描述为禅宗佛教 但我其实既不了解禅 也不了解佛教 这些描述其实是在加深 我对我作品的误解 我作为一个策展人 我可能到这儿我就会停住了 就是艺术家既然说没关系 那我作为策展人 我也不能说是有关系 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佛教的学者 我在这儿我会想 那他既然说自己并不了解这些 既不了解禅也不了解佛教 那么就是公众 或者说一般人的这个 对他作品的联系的这个禅宗的 这个意向是来自于哪 或者说究竟对他的作品的描述的这个禅 是一种来自于他作品本身的过度阐释 还是一个已经既定了的成熟的体系 所以当然我并 这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 罗兰巴特所说的这个作者之死 我觉得就这一点 其实反复还会出现在 我们之后的这个讲座当中 就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什么的时候 那它还有没有意义 然后第三点就是当代艺术中的禅宗言说 就是这点其实尤其是在北美 其实是一个不断不断出现 就像浪潮一样 一浪后面接着一浪 这样的一个存在 左边的这个图是一本那个展览画册 是18年的时候 纽约的古文汉部美术馆 做的这个叫单手拍掌的一个群展 然后这个标题单手拍掌 就前面这段文字是摘自 他们古文汉部美术馆的那个官网 他说这个标题单手拍掌 是源自禅宗修行中 用来超越逻辑推理限制的一个公案 然后他后面还说 单手拍掌源自中国唐代的一个传统 包含了一段跨栏话 对就是作为一个宗教学者 我看到这篇文字的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对于禅宗修行的一个功 就首先他决定 他说禅宗修行中用来这样的一个公案 就意味着公案是一个禅宗修行的一部分 这是他这个文章里我提取的一个信息 其次就是这个超越逻辑 就是这种对逻辑的反抗 对于这种理性就是reason的突破 似乎是一个禅宗的这个特色 或者说公案的这个特色 但是在就是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我们之后一会也会讲到 他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人 他的贡献和传统 就是林伍纳修本人对于禅宗的贡献 是这样的一个image 同时他说这是来自于中国唐代的一个传统 就这点其实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右边这个是一只手 这个公案的原名就是日语里叫支手声音 就是一只手的声音 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叫白隐慧鹤 就是一个日本江户时期的僧人 这是他发明的一个公案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从头到尾 其实都是一个日本的僧人发明的公案 所以对这种一个公案的 他的历史的这种over 就是过度的简化 其实也是林伍禅的一个传统 所以就是我们能看到 就是直到18年的这个当代艺术 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语言 这些言说 其实都是来自于50年代 甚至更早 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个传统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公案 那公案究竟是什么呢 我这边有两本书 左边是南宋的一个无门关 右边是一个唐末到北宋时期的一个林记录 就是两本非在禅宗的这个门派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本书 我看看有没有 有 就是我们这本是林记 无门关的那个 他的第一页 这个无门关的这个第一页 他也是 就大家可以看他什么 41 43 45 47 他都是一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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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公案 然后他第一个叫 其实一般会称呼叫赵州无字 但是他的原文其实是赵州狗子 赵州和尚阴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云无 所以这就是一则公案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则公案 就是这种公案的形成 我前面放了两本书 其实是并不是说从禅宗一开始 随着禅宗的诞生 公案就形成了 它其实是宋代之后 逐渐逐渐它制度化 规范化之后的一个产物 然后同时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点 就这个是刚刚的六本那本书 就是林记录 林记录我们能看到 它的成书其实是要比无门关要稍早的 在林记录当中 我们其实很难看到这样的一则一则 就被整理好规范好的这种以公案 就是这个词汇去描述的东西 但是同时它其实也是很多这种小故事 比如说一日普化在僧堂前 其生菜吃生菜 诗见云大肆一头驴 普化变作驴鸣 诗云这贼 普化云贼贼变出去 就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那种公案的面貌 其实非常相似 都是这些用逻辑 无法去就是直接的理解 直接的去获取到它的信息 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这个其实是这种公案的 它的形成跟发展 其实是宋代之后才有的一个事情 它的出现并不在禅当中 是一个与生俱来的 一个独一无二的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核心地位的一个东西 同时我这还有一段是一个缠门形式 就是今天 当然这也是很有历史的 就是在寺院当中的僧人 他们一天之中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凌晨三点半起床 九点睡觉 那这个公案如果真如 就是一般意义上而言如此的重要 那公案的出现是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这就要引出 有关禅宗还有一个可能一般意义上 大家不会去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禅宗本身内部 它是有这种门派划分的 就它有很多门派 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 一般是两个或者三个 就是林济跟曹栋 林济是一个僧人 是一个中国唐代的僧人 曹栋是两个僧人 栋山跟曹山两个僧人 就他们合起来叫曹栋 当然就是有关这种公案的传统 其实它在林济宗当中 更受推崇 也是更重要的 而在曹栋中 他们更强调的是直观打坐 就他们几乎是不碰公案的 那它也是禅宗 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禅宗的一支 那我们就该怎么去解释 这种公案 它在今天这种似乎无法撼动的地位 然后唯一的这两个宗派的区别 是在小天坐禅 就是上午的那次打坐之后 林济宗会进行这种有关参禅 有关公案的讨论 然后到那个黄昏坐禅 就七点之后 会跟老师进行一个叫设心 会跟老师进行一个有关禅 其实有点像大学的那种 就是教授的office hour 就是但是它有规定时间 就晚上七点之后 你可以去见了一下老师 讨论一下这个公案 就这个就是一般意义上 公案它的在这种僧侣一天当中的存 它的形式中的存在 其实占比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什么占比更高呢 其实念经的占比更高 每次在吃饭之前 洗澡之前 其实都有就是诵经的部分 每次诵的经也都不太大不相同 其实要这么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公案究竟它的真实的面貌 会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 一段当代的公案 就是有关禅的这一切的讨论 在国际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林牧跟胡适的这段 他们的之间的这个debate 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 其实是国际上第一次开始将禅放到自己的注意力当中 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 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 我给大家念一下是胡适的原文 他说我个人虽然对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 但我对一直所兼职的立场却不动摇 那就是禅宗佛教乘百分之九十 或是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一团胡说 伪造编造脚式 装腔堕式 这是胡适他的研究之后的一个结论 然后他对林牧大卓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总结是什么呢 禅是非逻辑的 非理性的 因此也是非无人知性所能理解 就我觉得这两句话是 就是对于理解胡适跟林牧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两句话 就他非常好的总结了两个人 对于同一个事物的一个观点 就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一下 胡适他究竟是怎么做研究的 我找了一段谭经考 就是他早年间写的一篇文章 谭经考的第一页 就这个很简单 大家就能明白胡适是怎么来做研究的 就是谭经其实是六祖谭经 就是六祖会能在唐朝相传唐朝时候写出的那本书 然后他说曹西大师别传第一卷 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然后这本他面前的那本是日本所传 收录在续藏经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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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那本他面前的那本书上 前面有一段日本的一个僧人 叫祖方的提字 然后祖方说这个经是在真元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天台最成 天台最成是来过中国的一个天台山的开山祖师 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 天台最成风之字 然后有三个朱印 比瑞四印 就是然后上面他描述的这些东西 然后他会把这些历史 就是这些他看到的文献 因为上面是有具体时间的 比如说真元十九年唐代我们都知道 把这些和他手里的资料 进行一个互相的这种交叉对比 cross reference 他通过这些对比他会发现 这些就是最成是不可能在真元十九年那个时候拿到这本书的 因为他还没去过中国 根据中国这本的记录 那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 就这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经过他的这种跨时空的对比 包括敦煌文献 就那个时候敦煌文献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出土 对于整个佛教界的宗教界甚至学术界影响都非常大 通过这种跨时空的对比 他拆穿了很多我们今天信以为真的东西 不是我们今天当时 对然后但是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林木胡适他们所面对的当时的这个西方学术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点就是我们开始由龚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林木纳卓他们面对的那种以范巴藏为中心的学术立场是什么样的 对其实这个胡适和林木的这段争论 这可以说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整个禅宗史研究里面 一直在纠缠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没有结论 那么 其实刚刚有讲的一部分 就是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 其实他背后有很强烈的一个现代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在后面 像所以富有分析他的一个研究说 其实胡适的研究虽然是历史文献的 但是他背后是有一个很强的目的论的 他其实在研究之前他就已经这样认定 然后他只是说要用一些现代文献学和批判历史学的方式 来找的一些证据来支撑他的一个结论 所以他讲胡适的禅宗史的研究也是目的论 他事先有个目的 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有意思 然后他跟林木大作之间的这段公案 我稍微补充一点点 就是实际上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当然他们我们一般了解的是他们在50年代 他们用英文在当时美国的东西方哲学杂志上发表的 那实际上胡适跟他的争论相更早 在30年代当时林木大作的英文的禅佛教 那个论文期在伦敦出版之后 胡适有写书品 其实胡适当时在30年代那个书品里面 就表达了他的思想 他说他对林木大作的禅学院就很失望 他的失望主要就是从 觉得他没有重视文献和历史批判的方法 他认为他不是研究 他用了个词 他说那个在说教 他认为林木大作的禅宗的研究是在说教 而不是一个研究 但是后来因为敦煌文献 刚刚您提到敦煌文献的出来 其实林木大作对敦煌文献也有一些贡献 包括对谭经 包括对后来的很重要的一个神会的语录 所以胡适他们两个人对对方也有欣赏的地方 这个欣赏的地方都是欣赏对对方在新的文献方面所做的整理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分歧恰恰是在对于说这个禅宗的这个思想的理解方面 那么林木大作就认为说你把禅宗的文献喇叭你都搞清楚了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禅 所以林木大作跟他的争论里面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是有关禅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禅的本身 他说你胡适所了解的只是禅的事情 但是你不了解禅的本身 所以关于禅的事情这方面 他们两个都很欣赏对方 实际上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在于说 那这个禅他的思想怎么去解读他 所以那么从这里 其实他们所面对的一个背景非常有 虽然这个争论两个都是我们可以放在东亚的一个近代的一个 在近代的一个现代性的一个这样一个脉络里面来看 好像我们很简单的看会认为说 胡适代表了一个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一个现代性的一个代表 那是非常鲜明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一般会认为说好像林木大作就代表了一个 一个东方古典语以上的这样一个禅的 本身的就是东方意义上的 好像他们的这个争论是东西方之争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 其实他们面对的都还是西方的问题 虽然也有东方的问题 是西方的思想传到 东方人是他们在不同的西方传统里面来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刚刚讲的 其实林木大作我们一般了解的只是说 好像他的影响他在西方的影响 包括我们特别中国人 包括很多日本人都认为一讲到林木大就是禅嘛 就是把他当他的著作 他的研究都认为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禅的方面 其实那我们这边特别要提到 其实他的英文的佛教的书写 他早期其实并不是做禅中的 他早期用英文要书写的那些佛教的书籍翻译 包括论文都是叫做我们可以现在所谓大乘佛教的这个 早期他并没有用禅的这个 所以他最早发表的英文的论文是关于中观的 关于龙术的研究 那么在二十世纪初呢 他有两本很重要的著作 英文著作 一个是他把一个在东亚佛教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 那个经典后来一直在讨论说 是不是伪经就是大乘起信论 这部论呢翻成英文 我没有 后面有嘛 对 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待会回过头 对就是这个大乘起信论 然后这本书在东亚的整个佛教思想史里面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 他把它在1900年的时候出版了 大概这个大乘 那翻译之后 几年之后呢 他又用英文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大乘起信论纲要 那这两部书 他后来一直到1930年来 他还在做就是把论窃经 先是他有把论窃经的梵文本翻成英文 然后呢他还写了一本 关于论窃经的研究 当然到了30年代 他对大乘的研究已经跟禅 已经做了一些结合了 那这个是比较稍微厚一点 那他这样在跟禅宗 在大家了解他的禅宗研究 其实林木大臣花了大量的时间 是在做一个用英文写的很多 都是关于大乘佛教的思想的一个介绍的书 那么为什么他要做一个大乘佛教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回到前面 就是19世纪以来的整个 欧洲所带来的一个所谓佛教学的一个背景 有非常大的关系 实际上19世纪所带来的一个欧洲的 我们现在叫做所谓古典佛教学的研究 其实当然他们在学术方法上是非常严谨 一直到现在还是主流的方法 就是从文献语言 比较语言的角度 然后进入对这些佛教思想进行哲学分析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语言和文献的一个 批判历史的文本学的一个研究 但是当时所形成的一个最主流的观念 他们是认为说 能够带真正佛教的一个观念 是要回到原始佛教 那么他们认为是以巴黎语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佛教传统 他们认为才是真正的佛教传统 这个我们可以查到很多的这些 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要了解佛教 就必须回到巴黎佛典 所以英国当时所成立的巴黎圣典学会 他们都基本上所形成了个主流的观念 所以这个观念对于整个东亚 我们是一个所谓大臣佛教的传统 实际上是带来非常大的 但这个冲击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 东亚的学者 一届有国际视野的学者 才开始有这个意思 因为过去我们只是在自己的传统里面 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大臣佛教 我们认为像南亚南传 是一个小臣佛教传统 但其实日本在这方面可能近代 他们现代性的城比我们要早 所以他们很早就有 比如有派一些留学生去过 包括林木大作的老师钟彦 他也去过斯伊兰卡去待过 他在那边 所以他了解到原来佛教的传统 在国际的一个话语里面 实际上跟我们只是在东亚内部来看 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他们特别是一个 这个是在 不仅是在佛教 我想在近代的整个国际的 一个宗教史的一个历程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会 这个会其实国外有很多很多研究 但是我们在就是 所谓1893年的芝加哥的 这个万国宗教大会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会 那么林木大作他走向世界 他从日本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东亚的日本的佛教内部的 一个视野 他其实跟这个会也有非常大关 他当时是陪他的师傅 叫做钟衍 有去参加这个会 他当时只是一个翻译 当他师傅的一个翻译 但在这个会上也让他了解到 一个西方的 特别欧洲古典佛教学 对佛教的一个态度 就是一个 他们认为大臣佛教 是一个 是后出的 所以他们认为大臣佛教 根本不代表不是一个正宗的佛教 特别在欧洲的论述里面 甚至认为东亚佛教 包括日本佛教 他们认为甚至是佛教的异端 就是在这个 所以林木大作 他后来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大臣佛教 实际上他是为了回应这样一个问题 他是要用英文要告诉 想要告诉欧洲的学者说 大臣佛教是佛教的一个 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 而且他认为这个高峰最后在日本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他在他早期的两本 这个大臣佛教的那个 一个是大臣喜庆论翻译 他那个翻译呢 他是有译著的 他那些译著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他写的大臣佛教纲要 但基本上这两本书的思想是一致的 那他要他提出了 他把佛教的类型分成三种 一个叫做南传佛教 一个是北传佛教 这个在欧洲过去的系统里面 大概只是讲南传北传 那我们在中国的语句里面 比较小臣大臣 但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他还提出了叫做东方佛教 所以他后来 这个杂志一直到现在 还在京都出的 就是英文的 就是东方佛教图 这个杂志 这个杂志早期也是 李牧大佐参与 那为什么东方佛教 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概念 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 他东方佛教实际上 为什么有了北传佛教 他还提出了东方佛教 实际上他讲的东方佛教 是指日本佛教 他认为佛教到北传 是个大臣的系统 但这个大臣的系统 只有发展到日本的东方佛教 他认为才是佛教的 一个圆满的激进 所以他的整个论述 就是为了回应 整个当时整个欧洲 整个佛学圈里面 这个佛学研究里面 对于大臣的一个批判 是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他一开始非常 要做这个工作 就是试图以大臣的方式 来对抗欧洲佛教学里面的 一个对大臣的一个批判 所以我们去看在这个脉络里面 我们去看他的那两本书 《大臣起心论》 《译著》和他的大臣佛教 纲要里面 他基本上处处都在 跟欧洲的佛学界叫板 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他对里面重要的一些概念 他都会讲到 他说大臣佛教的概念 是跟这个不一样 跟巴黎的传统不一样 它的优点是在哪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脉络里面来看 就是当时李莫大作 其实他去美国 后来他回日本之后 后来又因为他在 这次万国宗教大会 认识了在美国的一个 德国籍的一个出版家 后来他又再次到美国 后来开始做很多关于 东亚佛教的翻译 他在美国后来主要的英文著作 也是因为这个因缘 然后有产生 那这里也特别有提到 非常有意思的 他当时的一个发言 就是他师父的一个发言 在这个万国会上的发言 他当时是讲一个佛教的英国法 那英文也是这个林木大作 帮他所翻译 其实这个是当时 我们最后我们也会提到一下 太虚对这个 当时在非常有意思的 近代的中国的 包括东亚的一些佛教学人 他们会有一个概念 他们看到说西方的有些学者 在十九世纪之后 推崇佛教 他们推崇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是认为佛教讲的英国的概念 没有讲神的概念 他认为和西方近代以来的 科学观念比较容易一致 所以他们认为说 他们会 所以这个世中演 去美国参加这个大会 他就有意思的选择了一个 以佛教里面的英国的观念 为主题来做一个演讲 他是试图要说明说 佛教比基督教更加文明 因为佛教里面没有一个 因为他们认为神智的概念 是被近代科学已经否定掉了 但是近代科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因果性 他认为这个佛教 很早就有讲因果性 所以他认为讲因果的概念 可以阐明它背后佛教 对于西方宗教的优先性 其实这个是当时整个东亚 不少的所谓佛教 佛教内部的一些学问生 他们一个普遍的一个看法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张照片也是当时是日本的代表 就是日本佛教界的代表 去参加这次会 林木大作因为不在里面 因为他当时不是正式代表 它是一个翻译 但这次会议对他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当然他后来所做的 这个《论切经》的翻译 我们待会也会提一下 这个是他后来 他早期他怎么样 第二次尝试他为什么 大乘佛教的研究 后来到了二十世纪的 大概三零年代 二零年代 他开始转向禅 其实林木大作的英文的 关于大乘佛教的研究 在欧美来看是很失败的 所以它没有产生影响 很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个虽然林木大作 在我们看来 它有一定的历史 和语言文献批判的能力 因为它的《论切经》 有根据梵文本 它有翻成音译本 然后它还有一本《论切经》研究 那主要是跟禅 跟华言的视线 但是它的语言和文本 批判的能力 在欧美学者看来还太弱 所以它的那个书出来之后 被批判得非常厉害 大家认为说 你这个《论切经》翻译里面 错误一大篇 就是在欧美的佛教学的 传统里面看来 所以它的大乘佛教的研究 实际上是没有产生影响力 那个策略是失败了 那么其实林木大作 从这个失败里面 我觉得它意识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必须走另外的一个 佛教的一个红传 所以它这个时候 开始找到最有东亚特色的 禅的传统 当然它自己也是林济宗 日本林济宗的一个僧人 所以它后来从20年代之后 三年代 它就开始写了 用英文开始大量写禅的这些作品 那这个可以说是 一直到60年代 它后来又再去 再度去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 它做演讲 做了好多年 好几年的这个 参与的 反倒这个时 它在整个不只是白美 而且在整个欧洲的思想界 其实还是获得非常高的胜誉 所以后来在西方的学术界 思想界是把林牧大作 看成是东方传到西方的第一人 他们认为西方人能理解禅 主要就是因为读了 林牧大作的这些作品 那这个里面只是 它其实关于禅 它写了很多 英文写了很多很多书 中文也后来翻译过 我们待会会题 那么实际上林牧大作 关于禅的书写了 它的英文的 关于禅中的书写里面 其实是有很多策略性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过去 根本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认为它就是 是不是说 它只是把禅中 用英文的方式 好像把禅的 本身的东西 写给西方人读 其实不是 现在的很多研究 也已经证明 就是说林牧大作 它的英文书写的禅 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 实际上 它恰恰的是 进入了西方的世欲 它虽然讲的是东方的禅 它特别把禅中 讲成是反逻辑的 非理性的 超越语言的 其实它恰恰是在一个 西方的一个脉络里面 来讲禅 那我们一直认为 它是好像 像西方人介绍东方 所以它的禅的书写 英文的禅中书写 其实是在策略上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策略 那比方说最明显的 它特别强调禅 跟西方的学术 所谓哲学思想的 理性主义的传统不同 它认为禅不能用理性主义的 欧洲古典意义上的那种 佛学研究的方法来理解它 它认为禅要重视的 恰恰是它的经验 它特别大量地讨论 怎么理解禅 在禅的理解当中 经验的重要性 那过去我们会认为说 它讲的经验是东方的 其实它用的经验的这个概念 其实现在很多文献 很多研究已经出来 已经非常明确 它实际上是受到美国当时 那这本书也翻成中文 就是当时的那个 William James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William James 这本书的影响 就是宗教经验这种种 因为这本书也特别是有强调说 对于宗教的解读 不能只是在传统 过去讲的宗教学的研究 只是说把它变成 它只是个哲学概念 只是个理性分析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本书也特别强调 对宗教的理解要重视它的经验性 它的超越理性的地方 那么实际上林木大作 在对禅 向西方人介绍禅的时候 它实际上恰恰是用到西方的一个 一个本身的一个哲学论述来讲才 让西方人很好理解 那么另一个方面 它特别重视 怎么向西方人解释谈 它并不是用东方的资源 而是用了西方基督教 神学传统里面 神秘主义的那一脉的论述来讲 那这里面它自己有专门写过 一个是在西方神秘主义哲学家 埃克哈特 它有写过好几篇文 埃克哈特的也是强调说 对神的解读理解 要用经验 不是要用理性 用概念 用这套方式 然后还另外有个非常重要的 林木大作非常重视 这个人物是 学术界现在还没展开来讨论 但是现在有大量的文献 已经就是跟一个18世纪的 欧洲非常重要的 他曾经是科学家 后来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 叫Svidenberg Svidenberg的书 后来我为这个事 还专门把他的书找来读 他跟康德之间还有过争论 有过论辩 因为康德在讲的 关于这个直观 理性直观的问题 他认为 Svidenberg认为说 这个个人是可以 在神秘经验当中 是可以找到的 康德有书信 有批判他 这个非常有意思 但这个Svidenberg 在欧洲近代以来的 整个神秘主义的传统 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其实林木大作 受到他影响非常大 林木大作还有翻译 把他的思想带到日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林木大作 他对于西方用英文 所书写的禅 跟我们过去的理解 我们认为说 他只是把禅的观念 好像直接带到西方 其实他跟西方人 所讲解的禅 是用西方的思想策略 他是在那个脉络里面 来讲禅 所以他的禅 在西方的论述里面 实际上是取得 那么他的大量的著作 其实在西方 不只是觉得 后来在心理学 在很多 包括甚至是基督教的 一些思想家里面 都有受到他的一些影响 所以后来他们甚至有说 有一种基督教里面 也有一种叫做 基督教式的禅 实际上也都是跟 林木大作有关系 比如这边 这个我刚刚提到 还有一本书 这有中文有翻译的 以前是台湾 就是基督教与佛教的神秘 神秘教 包括这些 就是我们刚刚所 有提到的这样一些 那么林木大作 在西方的影响 我们这里讲到 其实他在上个世纪 就是20世纪的 70年代 80年代之前 他都是非常成功 整个西方 在西方世界 要讲到禅 几乎你 没有一个人能老开林木大作 大家一讲到禅 就是林木大作 就是基本上 所以西方思想界说 他已经成为一个偶像 在西方的整个 包括西皮士运动 他们里面 美国的西皮士运动里面 他们讲的禅 都是早期的思想 都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非常有意思 在80年代之后 林木大作在西方的禅学 这个里面的影响 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 那按照西方人自己的说法 是好像 他们用的叫做偶像的黄昏 就是好像他突然一下 整个对 但是他的影响 在另一个方面 就是整个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 西方新的禅学史研究的兴起之后 基本上那整个是 在面向对林木大作的批判的 这样一个背景里面 所开展出来的 所以最重要的几部著作 出来的像 像你的导师以前 Four 他那时候在法国 他用法文写着 他的博士论文和Margaret 当时他们最重要的 关于禅宗的 对 这里都有 像Margaret 他很可惜现在去世了 还有Four Margaret现在还很活跃 对的一些学者观 那么他们关于禅宗史的研究 在80年代之后 是带动了一个新的 整个欧美 关于禅宗史研究的 一个新的阶段 那他们的基本上 整个研究背后 都是在反林木大作 那这个当然有个 学术本身的一个转向 这个就跟胡适也有关系 那么胡适跟林木的争论 但是胡适对敦煌禅宗文献的 发现和研究 影响了日本 当时还很年轻的一个学者 这个学者后来对禅宗史的研究 非常重要 就是柳田圣山 那柳田圣山 可以说他是 在现代的国际上 禅宗史研究 在批判的文献 这方面研究 应该说是做的最 最有影响力 最出色的学者 所以后来 欧美的这批学者 要做禅宗研究的 后来都有去 跟柳田圣山学习 柳田圣山自己也是一个 日本净土宗 不 那个林济宗的一个和尚 那么但是他跟林木大作的方式 他恰恰受到胡适的影响 他是用一个现代的批判历史 文献学的方式 来研究禅宗的文献 和重新研究 特别是关于初期禅宗史的一个研究 所以他的研究可以说 整个影响 让整个北美的一个 欧美的整个禅宗史 在八零年代的研究 就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向 对 我做一 王老师做一点补充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就是这一批学者 他们对当时 他们面临的是 第一是当然是对林木大作的 这个禅宗书写的批判 但同时我觉得还有这个拓宽 因为林木他的这个视野 是非常狭窄的 对 但是就像我最开始提的那几个矛盾 就是禅的在现实中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多元 且一个庞大的一个历史 基点 所以那一代的学者 比如像伯纳尔跟McCray 他们当时做了很多 有关北宗的研究 因为就大家熟知的那个故事 就是南宗北宗 他们有一个争论 一个是顿悟 一个是贱悟 然后这个顿悟获胜了 因为他们写了两首诗 一个什么就菩提树 菩提本巫术那首诗 就是会能胜利了 就是这是一个像林木 他们这一派人所相信的 这样的一个史观 当然像通过伯纳尔跟John McCray 他们对北宗的研究 我们发现历史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然他们的这个工作 其实我觉得对胡适来说 也是一个批判 因为胡适就像 我提到最开始的 有关艺术家 那个李宇焕的例子 他说我的这个作品不是禅 我觉得对胡适来说 那不是就不是 就停止了 但是我觉得在面对历史的时候 像McCray跟Benard 他们的这个优秀 就他们的出色的点在于 我看到一个事物是假的 那这个假背后是哪种假 是个宗教意义上的假 因为我们知道 佛教中有个概念叫RD True Truth 那这个假是哪种假 其次这个为什么要是假的 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这个假 跟普世的假 是不是一种假 那它背后的这个逻辑跟线索 以及到底是什么 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趋势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有关 当然也是得益于敦煌的文献 有关北宗 有关神秀 就他们做大量的这种文献的挖掘 跟整理 结果就发现 其实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故事 其实是 就更像是一个神话一样的一个存在 没错 其实就是特别你讲到 关于假的讨论 就是关于禅宗史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大家有一些 对禅宗史稍微 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一个背景 就我们过去 包括我们现在大部分 一般的宗教信徒 对禅宗的理解 认为禅宗的历史是怎么传的 它的历史的一个普系 我们基本上的理解 都还是建立在 宋代人所写的传灯录 的这样一个系谱上 来建立起来的 就基本上 禅宗从达摩开始 到六祖慧能 然后六祖慧能下面又分成五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北宗 大家认为北宗就是在神秀 因为它的那首记没有开悟 所以北宗就没了 很快就没了 但是后来敦煌文献的出来 因为敦煌文献的时间 是比这个要更早 就是比我们讲的 这个传灯录的这个系统更早 而敦煌文献里面所发现 跟禅宗相关的资料 大部分很多是北宗的资料 当然谭京刚刚刚有提到 谭京也有敦煌本 有好几个 至少有两个本子 就是那大量的北宗资料 后来才发现 其实北宗并不是说 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 好像很快就没了 它其实延续了有一段时间 而且北宗的思想 也并不是说 我们过去所讲的 北宗就是讲建修 好像兰宗是讲顿悟 所以后来马克瑞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是说神会 这个顿悟特别讲 跟北宗的区别 不是慧能的时代 而是慧能的弟子 神会开始这样才讲 你北宗你是建修 我们兰宗才是顿悟 我们才是正宗 这个是神会开始制造的 这样一个对立 这个对立的制造 当然它是有背后 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 宗派斗争在背后 所以他甚至是认为说 顿悟的思想 是神会从北宗 那个地方偷过来的 北宗的东方文献里面 就有讲 北宗也讲顿悟的 就是顿跟剑的 这一对子 它其实并不是在历史中 是一个针锋相对的 对对对 就是顿也没有那么顿 但是剑物也没有那么 对 那么剑 对 对 所以后来像Four呢 他就提这个非常有意思 他说但是因为 仅得传登路 传登路的系统 所建体的一个叙事 历史叙事 是让大家已经变成了一个 你认定变成了一个 大家认为是一个定律 所以他说后面 他说哪怕是在佛教内部 好像谈到剑修的这个 他说这变成了一个 语言学上的禁忌 他就好像你一谈剑修 这个很害羞到你 你就是很差 他说其实 所以他们整个研究 禅宗史的 初期禅宗新的研究 都是在敦煌文献的基础上的 一个是推翻 就是过去林木大佐所带给的 因为林木大佐 基本上是在传登路的意识 意义下来讲禅宗历史 而且它是灵纪中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传统 所以非常有意思 欧美一个在法国 一个在北美 当时差不多同时代 出的两本最重要的 关于禅宗研究的书 都是关于北中的 那是整个 当然后来又引起了很多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林木大佐 我们回到林木大佐 他对西方的影响 在禅宗的影响里面 他是个关键性的人物 早期大家一直追随他 当然后来那些 我们就不去展开 包括他跟心理学界 像弗洛姆 跟他包括后来的很多 像还有这个 龙格 龙格 都受到他的非常大 包括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 都有受到他的很大的影响 但是整个在80年代 上次80年代 整个西方禅宗史的研究 又整个一下又变成了 在一个一反林木大佐的 这个背景下 来展开他的一个整个 后来的所谓 现在的说禅宗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是林木大佐 在西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轮回 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 需要补充的是 像布纳尔 就富尔也好 包括张马克雷也好 他们对于禅宗的 或者说 在西方的这个大学系统里 宗教学 它是跟别的人文学科一样 它是一个 一个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 所以 就布纳尔富尔这位教授 他们包括张马克雷 他们那个时候 写出用到的很多 对于这种宗教讨论 其实是建立在 这种后现代的哲学 包括解构主义 包括后殖民之后之上的 所以很多人 包括像今天的日本学者 他们去读布纳尔的书 他们都觉得 这不是一本 有关佛教的书 这是一个有关西方 这种理论的书 所以 但是这就恰恰是 西方的这个学术现状 所带来的一个后果 他们在这个学术系统当中 他们 就像我们受到的训练 其实都是佛教 就是我作为一个 做佛教的内容 我也要去读萨伊德 就是有关这种 东方主义 就这一切都是被 揉到一起的 就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他们这一群人 对于林木的批判 都是有关这种 东方主义 有关军国主义 就这些批判 其实都是来自于 这个学术系统当中的一部分 对 其实你刚刚讲的 这个东方主义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讨讨论林木大作的时候 是非常多的 像沙夫 他专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都有 他说 其实在林木大作的 英文的禅学著述当中 他们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一个从学术史的路线来看 他们觉得 他大量的 他都没有尊重 敦煌文献所带来的历史 批判学 所带来的一个 带给我们一个真正 关于禅宗史的一个 比较接近历史的一个图示 他认为 这个是一方面 另一个方面 他们发现林木大作 用英文所书写的禅背后 有非常强烈的 按照Ford的讲法 是另类的东方学 东方主义 一般我们知道 我们讲东方主义 是指赛德 赛德的东方主义 是指说 欧美的 近代以来 欧美的这些研究 东方的学者 他们的论述里面 有一种 帝国主义的那种优越感 扁低 认为说 你们东方 虽然有很好的文明 有传统 但是你们自己 不会讲你们的传统 你们的传统 你们的文献 你们的这些考古的东西 要拿来 要经过他们欧美 他们的论述 他告诉你说 你们的传统 这个上背后 有一种很强烈的 所谓 我们叫东方学的 一个叙事 那么 那么实际上 发现在 林木大作的英文的禅宗里面 他也有 另外一种 亚洲人所有的 东方的 东方主义的 这个 他认为他的 英文的禅学著作 其实都是在教训西方人 他都是意思说 你们西方人的 这个 这个心灵的意思 是还没有开发到 这么高 我要来教导你们 怎么样慢慢慢慢 你们只有理性主义的传统 但是你们要更深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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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了解 你们要慢慢 他 所以他 他的一个 是带有一种教化 教 一种 所以这个胡适 也是这样 胡适说 他的著作 不是学术性的 是一个 教化性的 一个 所以 这个也是 当然这个 其实 如果更复杂的话 我们可以放到 很多学者 在讨论 这个 日本明治维新 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 一个 一个特殊 类型的 现代性的 一个观念里面 他们现代性的观念 有学者把日本的 现代性观念 它和欧美的 现代性是不一样的 它的现代性 是一个充满的 一种悖论性的 一种他们叫做 是一种 逆反的 现代性观念 有很多 那为什么逆反 就是一方面 他觉得 他的技术方面 要拼命地 接受西方的东西 但是日本人 一方面 他认为在 精神文明 传统的方面 他认为 西方已经分裂 他们找不到 生命的 一个安顿的地方 他认为 这个东西 他要回到日本的 东方古老 他甚至要用 这种东方的 古老的传统 去批判西方的 所谓近代文明的 在日本是非常强的 这样一个脉络里面 来讨论 那么实际上 林木大作 我们要了解 他的一个禅的 一个论述 西方禅的论述 其实背后 他有强烈的 有这样的观念 包括我们 待会我们最后 也会提一下 像太虚 也有这样的观念 所以太虚去欧洲 去演讲的时候 他基本上 也是带有一种 跟林木一样的 一种带有一种 教化的 一个观念 只是因为 他不太了解西方 所以他的教化 非常失败 那么林木大作 因为他非常 经过在西方 大乘佛教的 叙述的失败 让他累积了 一个新的策略 他用西方的方式 来讲东方的思想 所以实际上 他融合的 就是让他的 禅宗的叙述 表现得非常成功 所以我们这是 讲的 那我们再 我们刚刚是讲的 林木大作 在西方的影响 那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 林木大作 在中国 我们说 禅宗是中国的本土 是我们自己的 一个传统 那非常有意思 在80年代 我们在80年代 开始中国的 整个思想史界 整个关于中国的 思想学术界 开始活跃起来 开始活跃 其中禅宗 关于禅宗 大家开始 对有兴趣 也是在80年代 那个时候 我们正好 我还在读大学 我印象 我那个时候 能看到的 禅宗的书 关于禅宗的书 也是林木大作的 我们这里 有列一些 就是在80年代 你看 出版了很多 关于林木大作的 关于禅宗的书的翻译 其实80年代 出的禅宗的书 主要大家了解 我们这里 有列举 都是英译中 对 而且对 特别 而且大陆 我们中国所了解的 林木的作品 都是从他的英文 翻译过来的 很少有从他的日文 我们就看他的日文 全体很多 但基本上 他的很多重要的 包括他文献 对禅的文献研究的作品 在当时根本没有 所以我们当时 所理解的林木大作 是一个英文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 已经西方化了的 一个禅的一个论述 所以把他的作品 翻译 这些著作都是这样 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 但是这些著作 在80年代的 中国思想史的影响 是非常之大 我后来有去考察 这段 之大是让我们有些 包括当时很多 我们自己出版的书 例如我们有举葛光 早年的禅宗于中国文化 虽然葛光还对 林木大作另一本书 他写过 是序还是写过 书品就是关于 《通向禅学之路》 这本书 他当时也看到 他说整个中国的 80年代的 整个对禅的理解 都是在受到 林木大作的理解 他也多多少少 受到他 当然他对他的影响 也有一点 他也意识到 他的一些局限性 这个是 那么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在 1980年代 在思想界 中国的学生 也是称作 80年代 是思想史的年代 好像到90年代 进入所谓 学术史的年代 这是一个特有的 中国学术界的 一个划分方式 这个划分方式 后来我是 01年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的学生 也讨论 中国现代思想的状态 也接受这种说法 当然这是一个 很特殊的说法 那么我们再看 80年代 中国思想史的年代 最重要的几部著作 李泽后 它是当时最有代表 那我们看他的三部 关于中国的思想史论 他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 的那部著作中 里面有一篇 谈到跟禅宗有关 就是庄 玄 禅 他是把禅宗 放到中国思想传统里面的 老庄 哲学 跟玄学 魏晋玄学 再到禅宗的 这个脉络里面来谈 那我去看他那个书的时候 他谈到禅的部分的时候 他所引述的思想 他对禅的理解 就是林木大作的 他基本上是根据林木大作的 这些音译本 音译过来的本子 来谈 来建立在这个技术上 来谈他对禅宗的一个理解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林木大作对中国的一个思想 包括80年代的禅宗史 也是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80年代 对整个中国的思想史 包括佛学界 对于禅宗理解的一个方法 和框架 基本上都是受他的一个影响 对这个是李哲后的 中国古代思想史 这部书我想 我们那一代人过来的都读 就是做中国思想 或者对思想有兴趣的 我们在90年代 80年代都有读过这个书 那么里面就是这本 也是非常有名 它里面所引述的 关于禅宗 它的理解 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林木大作的这样一个叙述 在这样一个脉络里面 所以这个是 我们理解80年代思想界 就是关于禅宗的这部分理解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到了90年代 也在中国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90年代之后 特别是 一方面是应顺的 中国禅宗史的那部著作 在大陆版的出现 对大陆的整个 对禅宗史重新理解 有非常大的 当然90年代开始陆续 出现关于胡适 胡适开始升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90年代 中国佛学史 包括思想史里面 又开始把胡适的著作 大量开始可以出来 跟胡适平反 所以对胡适的平反 它在禅宗史的研究里面 也又在中国也一样 有点类似于 在北美的那个现象 就是大家认为说 包括当时的一些禅宗史学者 像杨老师 杨正文老师 他到90年代之后 他就开始说 你禅宗史的研究 你不能读林末大作的著作 当时他们都认为 你要做禅宗史研究 必须重新混到东黄文献 要看柳田圣山的 要读包括应顺的 这样一些禅宗史的研究 所以这个也是类似 所以在90年代 但是80年代末九年代 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 就是做 他现在在日本是做禅宗史研究 最有代表性的 小川龙教授 小川龙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说他那时候在北大留学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他是禅宗史一个很好的学者 他说他在书探上到处看的 大陆的禅宗的著作 都是买林木大作的书 他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那时候他在日本 他作为一个禅宗史的学者 他认为在日本研究禅宗史 在这个时代 没有谁去读林木大作的著作了 因为日本的禅宗史 后来基本是建立在文献 和批判历史学 就是柳田圣山这样一个 所以他认为 我们还那么重视林木大作 他当时觉得非常惊讶 所以这可以看到 整个林木大作的影响在中国 包括在西方的这样一个变化 当然其实你要再仔细分析 你可以发现 其实林木大作 虽然这是一个学术史的转向 但是实际上 它也会带来 另一些东西的一些思考 那这个问题我们 以后我们再讲 那下面他对当代的影响 可以请 对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 其实书里的林木大作 从他早期二十世纪初 一直到五十年代 八十年代 然后西方的这个反思批判 然后到在中国 他对学术界的影响 其实八十年代 在中国的当代艺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繁荣蓬勃的十年 就像我们今天知道 对中国当代艺术 具有这种里程碑式的两个事件 八五新潮 八九大展 其实都是我们能从很多的史料当中 发现很多有关禅宗的这个背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这本书的封面 其实刚刚已经出现过了 但这个截图是徐斌的一本画册里的截图 然后它下面的描述是 这本林木大作的禅学入门 是徐斌的自藏 也是他最喜爱的书籍之一 就是回八十年代 其实是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 非常如饥似渴的阅读书籍 并且把观念 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那谈及观念 那艺术家们就不得不 在外去寻找各式各样 就是各式各样的理论 各式各样的东西 去支持自己的作品 当我们去回顾八十年代的 很多的出版物 比如说像什么中国美术报 美术杂志 这一类的这种文献的时候 我们能发现大量的翻译 有关哲学的讨论 有关宗教的讨论 而在这当中 其实禅宗的比重 以及出现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是在海浪 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三年 国内的很多的机构 由于外部的原因 都选择做这种文献展的方式 去来支撑自己的运营 然后我从中 其实也发现了很多这种 艺术家们在那个时代的藏书 比如说禅宇艺术这本书 我特意把它的这个目录找了出来 其实禅宇艺术这本书 它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本 这两本禅宗宇中国文化 跟林木大卓 禅宇日本文化 其实这三本书都是一脉相承的 就像我的标题写说 林木大卓的框架和方法 对大陆学的影响 因为林木大卓的这本禅宇日本文化 你去翻它的目录其实就是一个禅和X 这个X可以是茶道 花道 建筑 园林 能具 就是你能想到的一切 都可以附加在禅背后 而葛兆光的这本 包括像这位艺术家收藏的这本 其实也是 你看它的标题其实也是 禅宇艺术 禅宇建筑 禅宇雕塑 禅宇书法 禅宇绘绘画 就是它还都是运用了这种禅加X 这种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就是在这种后现代的框架下 就禅本身是一个非常 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非常复杂 你很难去用一个东西去定义它是什么的一个东西 而就是后面的这些东西音乐文字 甚至是禅宇中国禅宇日本 这种地理这种国族的东西 同样也是很难以去用一句话几句话 短短去定义的东西 所以两个非常虚的东西碰在一块 它最后所呈现的这个结果一定不是最真实 或者说最值得推敲的一个面貌 哦 这个是对 这是古文达的藏书 然后包括这个是在北京的那个中间美术馆 他们的一个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 在当代过程的展览里 就这个因为他们当时只是展示了 他的这个杂志的这一页 就是只挑了这一页 所以我看不到这个杂志是什么 但我根据这个尺寸感觉是当时的美术杂志 然后这边是翻译的是一个澳大利亚的 一个叫第一奥尔班的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叫禅宗艺术家 你看也是禅加X这样的一个命名模式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小标题叫禅 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 不是科学 不是艺术 禅是形容体验 就是这句话我甚至觉得 就是林木大卓某一本书里摘下来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这种以一种禅不是这些东西 是一种体验 是一种就这种就是言说的模式 就完全是来自于林木的 所以我们就也能看到在整个八十年代 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家们 他们接收到的信息 他们的创作其实也是来自于这同样的一批影响 然后这个还是海浪 这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那个 是张建军所藏的 然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旁边这个图柱 是完全摘自美术馆的图柱 就是他说是禅宗创始人 首先惠能肯定不是禅宗的创始人 然后包括就是谈 就是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的美术馆 就是他们对于就是这种文字的严谨性和这种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些欠缺吧 然后包括很有意思的是 为什么艺术家要挑一本那个六祖谈经 作为他们的阅读 其实这种最谈经的就是 包括谈经本身也是会能作为一个 就是曾经在历史中出现过的 生活在就是今天叫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的人 他的书可以被叫做经 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值得考虑的事情 因为一般的佛经 他的这个经是翻译字翻文的sutra 所以不是所有的书都被能够叫做经 就像我们最开始那两本文献 一个叫无门关 一个叫林济路 就是你看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僧人们的著作 但没有一个除了六祖 据我所知应该除了六祖谈经之外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被叫做经 所以对所以就艺术家本身在八十年代 就是去看六祖谈经 而不是去看比如说前面说的无门关 或者说林济路 就无门关林济路 其实他们在禅宗后世 特别是在日本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完全我觉得不亚于六祖谈经 包括像林济路被称作是与路之王 然后柳田圣山早期的很多研究 其实都是围绕着林济路来展开的 对 然后讲座的最后就是我沾了一段 就是我之前看书的时候看到胡适的话 就是胡适 我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表面上 他是一个非常反就是对于禅宗对于佛教有着诸多不信任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就他说的这段话 在我看来其实反而是和某些像林济路 比如他前面说到的以前的禅宗和尚曾说的这个禅宗和尚 其实就是林济路说的那个林济 就是要寻一个不惑之人 所以胡适就是胡适的他的很多的研究 或者他的这种所表现出的这种对于禅宗的困惑 或者说是生气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他对于禅宗的热爱 和他的自己希望去找到一个 在这一堆用他说的固执堆当中 去找到一丝真理的这种感觉 所以对 然后其实像我们刚刚说了 很多都是这种 比如说1893年的芝加哥 然后去林牧大卓的师傅 他们去了芝加哥去参加那个大会 但其实中国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有僧人 他们在西方也是试图 像林牧或者说像宗衍一样去宣传 试图宣传 但是他们失败了 其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实是太虚法师 所以最后我们可能想再多介绍两句 有关这种中国这方面的僧侣们 他们去到西方 他们的推荐 比如说我知道太虚 他去了英国 去了欧洲 游历 他也给了很多这种演说演讲 但是据今天的记载来说 都是非常失败的 所以就是可能工老师 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太虚法师 他的这个对于佛教的宣传 就是第一是怎么宣传 第二是他失败 失败在哪 对 太虚法师当然是一个 在中国近代佛教里面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人 那么当然我们比较多了解 都是他的关于佛教改革 所谓人间佛教的这个方面 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他一直就试图 也是把大臣佛教 以东亚以中国为核心的 一个大臣佛教的观念 推到西方 所以他很早就要建立世界佛学院 他在各地都很想建立 要建立世界佛学院 他早期最初他的想法 是跟日本人合作 希望跟日本 所以他最早在庐山 有开第一次东亚佛教的一个会议 他是希望说 跟日本人 跟日本的一些佛教徒 一些佛教学者联手 把这个东亚的大臣佛教 往世界去进行推广 那一开始好像 好像双方都很有意愿 但是深入下去以后 发现其实各有各的想法 日本人要走的路 跟我们要走是不一样的 日本的那个 我想太虚也是后来才逐渐意识到 其实日本的一个 要往世界所推动的佛教 就是我刚刚讲 林木大作背后所讲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 他们称作是东方佛教 它所谓的东方佛教 实际上背后是日本人 是日本为代表的一个佛教 虽然它来自于中国 但是 薩夫也说引了一个 林木大作一个很有意思的论述 人家说禅宗是中国的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跟日本文化 把它作为是一种日本的 一个精神的象征 他说对 禅宗是中国的 他认为这个禅宗在唐代 是达到巅峰 但是他认为宋代以后 这个禅在中国是没落了 他认为在宋代之后 禅的精髓就到日本了 所以他所讲的 现代他所讲的一个禅的精神 是日本的 是融合了日本的一个文明的传统 所以实际上日本 虽然他们近代像林木大作 他们有走着往西方 去推动的这样一个路 其实背后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叙述 这个很多西方人学者 也都有讨论到 那实际上太虚法师在去 他有20年代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欧洲之行 欧洲之行 他曾经先有在法国 法国他也有做过 欧美他也做了很多次演讲 但是那个演讲非常有意思 我后来去看那段材料 当然回来我们现在有关 太虚大师的中文的资料 都讲他很成功 但是我们去找当时的 一些报刊资料 一些西方的记录里面 都讲得很失败 特别是他在法国的演讲 他在法国的演讲 我觉得是 他有点像林木大作 最开始他没搞清楚 西方的情况 所以他特别就 他在法国的演讲 他并没有讲中国的佛教 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佛教 他恰恰是在讲虚无主义 佛教和虚无主义 甚至和马斯主义的一个关系 其实他对于虚无主义 他对西方的知识 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他讲完之后 当时法国最重要的 一个佛教学者叫 他就直接完了以后 就跟他讲 他说你回国之后 能不能推荐一个 真正能够讲中国佛学的人 来讲 就是他们 因为他认为 他是一种宣教式的 但是当时欧洲 一些学者也好 学听众是希望他能够 对中国佛教的历史也好 思想也好 能够有一些 比较知识性的一些教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在策略上是非常不成功 所以这个我想 其实近代 林木大作的经验也好 太虚的经验也好 其实它蕴含着一个 其实一个东亚也好 或者我们在中国 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的 一个精神性的一个传统 怎么样去对外的一个 一个融合的这样一个 一个叙述 这背后我觉得策略 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林木大作的 在西方的成功上 它是策略性的成功 它的一个叙述策略是非常好 它借用了西方人理解的方式 用经验这些概念 用这个神秘主义的概念 其实这是对西方人 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谈论 残的一个 就包括它其实 我觉得它已经注意到了 这种现代主义 或者现代性 在西方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很多西方人 他会把禅宗当成一个 就是很多学者 称作现代性的解读剂 对 就是有关这种理 就是比如说 在特别是二战之后 西方人开始 包括法兰科夫学派 对 开始重新思考 理性的这个局限 比如说像法兰科夫学派 非常标志性的宣言 就是这种理性主义 导致了集权 导致了这种大屠杀 所以对于这种禅宗的 非理性 反理性 或者说 就像比如说 我们看到 刚刚那些公案里那样 就你无法理解 就是用你的智慧 或者智力 去来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当时这些东西 被当成了一种 就是救命稻草一样的东西 迅速地被这种西方 学界 文化界 去接纳 接受 对 所以 我觉得就是 这是东亚近代 佛教太析也好 李牧大作也好 这是东亚 整个近代佛教 以东亚为代表的 一个佛教 所谓精神文明的传统 再向西方 我觉得是 推动过程当中 非常值得我们 去重新思考的 一个两个案例 我觉得背后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去 因为我们 时间关系 很多细节 很多更深入的 它背后的一些 思想史的一些问题 我们没办法详细展开 但是我们只是一个 一个 一个介绍的 这样一个过程 我想它其实背后所蕴含 可以思考的一些空间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 我想 是不是 主要要介绍的 对 介绍的可能就大概到这边 然后就想看看 下面的观众们 还有线上的观众们 就是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 针对我们刚刚讲的 或者说 针对 因为艺术 就是都可以提问 谢谢 那就是 两位学生们 讲的非常深入 也是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 丁老师刚才说的 就对现在 我们这种文化 走出去 怎么 就是在世界上 传播是 很有 很有经验借鉴的 领悟 开始的两个例子 但是 我们这次一播 是现在准备 对我们目前在展的 这种 就是 马尼斯啊 毕加索啊 毕加索啊 也是受到一些东方艺术的 这些东方思想的影响 能不能谈一下 这个有关的一些 一些 您的意思是说 就是现代主义的这批艺术家们 他们跟 这方面的研究 我没有做太多 但是 我觉得早期 像 马尼斯本人的确是 跟很多这种 日本相关的文化 比如说绘画类型 他本人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 接触和兴趣 但至于说 他跟思想史 就是东亚的这种 包括禅宗在内的思想史 是否有一些更多的接触 这点我是倒是不太清楚 但是就是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讲座 它虽然是和这个展览之间 是有一个 对照的关系 但其实讲座本身 它并不是说跟 我们展览的作品 或者艺术家有什么 直接性的相关 因为就像我最开始说的 这种现代性的艺术 就是现代主义的这个艺术 它的这个范围 就它很多时候 其实是跟现代性 在学术界的这个定义 是反过来的 因为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 他们对于过 对于曾经传统的这个洋气 对于这种传统的抵抗 对于这种 这种现代性所招式 这种美丽图景的不信任 其实是他们的那边的 就是一个策略 就包括像马蒂斯 他的作品 在他在世的时候 野兽派其实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讲座 跟展览之间 更像是一个这种平行的一个关系 就是希望 就不光是通过这种视觉艺术 也是通过讲座 通过来自哲学 来自宗教 来自思想史 不同领域的东西 去打开大家的视野 就大概是这样 谢谢 后面那位 首先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 然后我是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 也都很感兴趣 但我听下来的话 感觉好像 刚刚两位老师说的是一个 其实如果看到我 刚刚所言的像 您们大部分说的就是 分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有关于产宗的事情 和一个产本身 但是我理解下来应该 这个学术的脉络 更像是一个 有关于产宗的事情的一个 或者是一个 先推出去 再给产古 回来 想想一下 那么产本身 就是产这个东西 有没有在这个 发展中 就是它走向西方 在这个西方回来 或者是它产本身的 有没有在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讲的这个 实际上本身来讲 我就讲 我们讲的80年代 李牧对 李牧的产学吧 他们西方有一个 就叫李牧产 甚至是 其实这个影响 我觉得 虽然我们80年代 大概是研究的是 讨论的是中国的禅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 理解的很多的 背后的资源 是李牧大作所讲的禅 其实它背后 已经渗透了很多西方的东西 在里面 只是那种解读 比如经验 虽然它用的很多概念 是禅本身的 因为李牧大作 在讲禅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虽然这是 《灵记中传统》里面的 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公案 一个开悟 它讲的最多的是 这两个问题 那这两个问题 最明显的也影响了 比如我们去看 李哲后的 我们刚刚讲的 《关于禅的解读》里面 它也是特别强 禅中这两个概念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 一个李牧大作本身来讲 它用公案的方式 实际上是背后是一个 对西方理性 它特别强调公案 当然是一个灵记中 但一个背后 它也有对于西方 现代主义的 理性主义的一个批判 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只是我们在使用它的著作 我们忽略了这些 我们认为说 李牧大作是谈的就是禅中本身 其实他所谈的禅中本身 已经背后 已经注入了很多西方的 一个理解的传统 那么这个因素 我觉得还是近些年来 一些不少的西方学者 在对李牧的分析当中才发现出来 我们过去都完全没有 你读他的书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很多 除了他谈艾卡特 他有直接去比较那些东西 但是很多是在他的叙述的背后 是有渗透着一个 所谓西方本身传统里面 反理性主义的 这样一些传统的思想的 一些因素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说它的回流 也确实也可以说 也有西方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我们在读思想史的文本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过去只是 从它的叙述本身来看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做 思想史的一个理解 是要看着它的叙述背后的复杂性 这些背后的复杂性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所以过去你讲 就是说 我当时在做蚕死勾成的 那部书的时候 很多人说 哎呀你用的西方 甚至是后现代 其实我说不是 我说这个 这个是中国的传统 孟治就讲知能论事嘛 你要了解 你必须了解它的处境嘛 它的生活世界 它的背后的一个 你如果只是单一的 只看它的论述 你把它论述 跟它的那个 那个text跟context 隔离开的时候 那个很多理解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 重新来回到 因为林木大作 确实对我们 西方人不用讲 即使对我们 现在的中国的 很多中国人 来理解禅的话 其实也多多少少 很多都受到 林木大作的影响 我自己在80年代 90年代那时候 开始做思想史研 就是我也有理解禅 也很喜欢看 它的作品也确实很迷人 有它很迷人的地方 但是你要做思想史的分析 也确实会发现 它背后里面 它所融合的观念 是非常复杂的 就是这样 然后我可能 就做一点补充 就是您的意思是 我们刚刚比如说 讨论了很多 这种学术界内部 对于这个研究方法 对于林木禅的这种 批判也好 回应也好 但你想知道 是宗派 就作为佛教本身 作为一个宗教 它今天是否受到了 我们刚刚说的 这一堆历史的 脉络的影响 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对 可能我刚刚觉得 很多关于是禅宗史 或者是怎么去研究禅宗 任务把它 从这开始的研究方法 一些的变化 它禅本身 它在绕着 或者在这两百年 自身里 我觉得我可能 唯一想补充的一点就是 比如说今天在日本 这种禅宗的僧团 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权力 还有就是经济上 都是有非常大的 就是它的存在的 包括像林济宗 不同的派别 包括像曹栋宗 他们都有自己的大学 就他们 而且他们的大学是 不是说只有僧侣才能去上的 是所有人都可以去上的 其实就是普通大学 但是它背后的这个财团也好 或者说它的办学思想也好 其实是来自于这些宗派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佛 就是佛教的这种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历史 包括来自欧美的影响当中 不断的改变了自身 包括今天的日本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学问僧 就他们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 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系列的 西方的学术系统 对于林木的批判 对于禅宗史的重构 就他们都是非常熟悉这一切的一切的 我虽然没有研究过 这对他们的这个修行本身 有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我想他们既然是把这些非常 就是熟悉且他们部分认可的 那我相信对他们的修行 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还有两个 那我接着这个问题 跟两位老师请教一下 就是说实际上 您刚刚的谈论是一个 事实上的实际上的一个面移 但是还有刚刚又说的是 常宗 就是宗教本身 它是另外一个面移 它就是说 像林木的批判 这样的一些所 对西班牙 对我们中国 八十年代的事情 事实上的影响 本身也不安 但是它对日本的禅宗 或对中国的禅宗 宗教来说 有没有什么 这些可以说 可以介绍给我们的 就是它的观点 因为您刚刚说的 西班的观点进来 来解读禅宗 然后这个解读禅宗 这个解读禅宗 因为刚刚当时说的说 这个也不起 现在禅宗的人去学习 也变成一个学者 这样去通过学习 那会就把这样的一些 非禅宗的一些 其他学派的 或者其他计思想方面 引入禅宗 使得禅宗界的人 好 谢谢 一个先就是对中国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 比较多是学术思想界 那您是想了解说 是对中国的 宗教界 宗教界 宗教界我觉得影响 相对没那么大 因为日本的情况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 现在佛教界 它没有很明显的 作为说是禅宗的寺院 或者说是 现在大部分寺院 我所接触到了解的 虽然也有参禅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 已经明清之后的 混合了净土为主的 就是而且我们 没有很明显的说 我这个寺院 虽然有的说 它是灵济中的祖庭 或者说是朝中中的 但它的生活方式 修行方式我去看过一些 并没有严格按照说 过去灵济中的 这个方式来生活 所以它们基本上 还是一个混 一个融合型的 一个 往往还是以一个 净土为主的 这样一个 所以在它 而且在中国的 特别是过去 现在我不知道 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化 大部分的 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侣 它是按照师父 这样传下来的方式 来修行 它不太会去关注说 这个学术界 思想界 因为林木大作 虽然自己也是生人 日本的情况跟我不一样 它不太会去关注 林木大作怎么去谈禅 它只是 我比如在寺院 我打坐 我还是按照我师父教给我的 就念佛 怎么样的方式 所以这个在我看来 影响不是很明显 至少在中国 但日本的情况不太一样 但日本灵济中的寺院 我没有去做过 虽然去看过很多 我们去看也只比较多 看他们的一些仪式 仪轨 但是林木大作 不知道南昭 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观察 他的寺院的 日本是很明显的 林济中和曹洞中 他们现在 这两系在日本 他们寺院的很多规矩 很多方式 还是按照这两宗 他们很重视这个传统 延续下来 但是在这 特别是在林济中的 那个系统里面 林木大作对他们寺院的 这个影响大不大 那这个是一个 我对这个 还没有特别的去调查过 这点南昭 不知道你 对就是 我就在日本 我的感觉是 就像林济 就像龚老师说的 林济中的寺院 他们这种宗派的划分 非常明显 包括他们有自己的 这种时长 有自己的传统 但是对于 同时就是 比如在京都 花园大学 它是一个林济中的大学 然后里面有两个 很重要的研究所 产文化研究所 跟国际产学研究所 像柳田圣山那些学者 其实都是在这边做研究的 然后那个地方 每周大概会有那种 像是 就是课 就是他们的课 其实都是 其实就是研究 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负责人 就是来读一些文献 这些文献会 其实很多周边的僧侣都是会参加的 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的修行 和他们知道这些研究的现状 这两件事情 是有点像分开的这个感觉 因为在就是这种佛教 或者禅宗的传统当中 诗成 传灯 就是像那个Sharf他所说的 就是禅宗的核心并不是开悟 而是一种 它那个词叫 有点 我觉得它的原话是什么 但是有点像一个表演 就是这是Sharf 就是一个伯克利大学的 也是很重要的禅宗研究者 他说的 就是他说大家都有个误会 就是以为禅宗的一个核心是为了开悟 但他说在现实当中 就是他要去学习如何表演 作为一个禅宗 是更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点 其实可能很好能解释您这个问题 就是在现实中 日本禅宗虽然有学问宗 虽然他们很深暗 学术界也最新 就是可能不是最新 但是一些研究成果 但是这跟他们的形式上 是有点分开的这个感觉 因为形式上 他们是要去熟悉这一套 包括像非常熟悉这种各种公案 如何对答 包括像我之前放的那个 他们每天的形式 每一步要怎么走 其实都是 就像我 比如像曹洞宗的那个大本山 永平寺 他们的僧侣就是 你会在寺院中见到他们 就你会发现 他们那个走路的方式 甚至都是 就是有点要求的 就是他们走几步走几步 就是这种身体这个行动 其实在宗教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 是有点像分开的感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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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刚刚有提到就是 不是跟林牧的一个争执 然后有提到就是 不是说它不是逻辑 可能它是非必性的 然后林牧说 它其实是 就是说 有讲到说 林牧的一个表达特略 就是说 在西方的语境下 就是说它不是什么 而是一种体验 那刚刚也讲到说 可能我们大众对于禅 其实没有那么的了解 以及说 或者没有那么全面的了解 会有一些误会 那我听完之后 我想知道 就是两位可能 对于禅宗的研究 会比普通的大众 这家的全面和 合适一些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你们两位对于禅 这个 是不是有 如果用一句话去描述它的定义 或者解释 你们会怎么样去表达 其实我的导师是Bernard Ford 就刚刚年轻的那个法国帅哥 我其实去他办公室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我问了个很相似的问题 就是我问他 我说Bernard 你研究禅宗这么多年 就是 我好问他你有什么感觉 还是你有什么感受 什么的 我问了类似的一句话 然后 然后他说 I'm simply disappointed 对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 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 至少在研究界我们很注意的是 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 经常会强调一个门里和门外的一个区别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信徒 你做一个研究 就很难免的没有一些这种bias 对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门外的 就是你是很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就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 就是 禅宗作为一个宗教 它有很多 就像胡适说的虚假的成分 但是这些虚假本身 我觉得也是值得思考的 就并不是说假的就没有意义 假的就是假的 而是这种假背后 其实有很多值得去探讨和去了解的部分 就可能有点 就不二观 就是真的和假的没有什么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但是我反正我本人我不是什么 就是我 对 因为我们要讲的禅本身确实很困难 那个 我觉得林木大作还是很有禅师的风味 他跟胡适的争论 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有意思 他跟胡适说 他说其实我们两个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我们两个都会从禅宗的角度看 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就说 他说我们两个都要挨棒喝 即使他认为他的方式是能够想要用经验的方式去讲禅 他还是说禅的本身是没办法讲的 所以他说那胡适爱棒喝是正常的 我们认为说胡适对禅宗还有那么多批判 他认为他也会 他说如果从禅的本身来讲 你要给他一个定义 要一个理解的话 当然这个也是禅宗 林木大作的这个画是符合禅本是那个传统 我记得禅宗史上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有弟子问师傅说 那什么叫第一意 就是最究竟的意义 那个师傅就说 他说如果我告诉你的都是第二意义 就是说你要说要给禅宗本身来讲 你说要讲禅本身是什么 你用语言一讲 按照禅宗的就是要棒喝 所以林木大作抓到这个 他一直在强调经验 而且他特别强调经验的非言说信 就是这个意义 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是在一个学术史的一个 思想史的一个脉络里面来分析这个 当然刚刚我补充一下就是 反倒北美欧美的一些学者 他们现研究成 好像萨夫也有去日本当过和司 有没有 我印象中他有 有过一些修行 对 他们都在做佛教史研究 他们会去体验一段时间 就是出家生活 那佛他也 他没有 但是他有去日本的那个禅堂 他待了很长时间 对 他有跟我讲过 他在禅堂 他有跟我讲过禅宗 他在禅堂的经验 就是在日本的禅堂里面 还在使用就是那个打板 他说他很怕 他每次在那个 他很怕被打 但是他提出问题 他说他一个同学日本人 他后来也当了那个 他们平时聊天 他那个日本和尚也跟他 他也很怕被磅喝 所以他就是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形成了禅宗 好像禅堂里面的一个制度 他是都很怕 都很反 但是他跟我讲 后来他那个同学 就当了这个助持 他自己很怕 但是他还是延续这套 这套打板的这个制度 他说让他走出这个 对这种从理论上去理解的 他说就是法国的福科 他说那个时候他在日本留学 他就正好福科去日本讲学 然后他帮他当翻译 他就他说那时候福科正好在思考 他的那本著作叫做《归训与惩罚》 他说福科跟他分享他的那个思考 对他在禅宗里面去体验 所谓这种惩罚 这个规训之间有了一个很深的一个 因为他有过这种体验 所以他说是那个帮他走出了 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 但是我们自己在中国的学术界 我们在学术界里面 基本上我看大部分 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是佛教信徒 但大可能说真正有在禅堂里面的 这种经验的不太多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寺院里面 也很少现在有像保留说禅的那个 大部分禅的寺院里面 它现在的方式规矩 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禅宗的那套 那套已经就像公安办课 这些也很少了 所以这是我补充一点 谢谢大华老师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们的研究 很多都是对他思想的过去的研究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 尤其是在外面 如何去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或者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把什么应用的 禅 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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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能不能去 优旗之带欧美之间 它们是不是去 在现实生活中 有分享到更多的人去 蝦博士其實對禪中的影響非常多 因為像我原來在紐約 我覺得首先整個八十年代 像美國垮掉的一代 那一代的知識分子不光是視覺藝術家 詩人 文化人士 其實包括學者都受禪的影響或多或少 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一個事實 然後再加上很多的當時 因為他們都是這種社會文化名流 他們其實在比如像紐約 其實建立了很多的佛教中心 藏傳系統的 然後密宗系統的 然後禪宗系統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在比如北美 就是普通人要想去尋找一個這樣的地方 非常的容易 就在曼哈頓 就在你家邊上 就是我覺得他 然後但是呢 我覺得我之前寫過一篇論文 就是在講 今天的這種心理學 它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從產 比如說正念 就它其實從 就正念它其實在心理學有很多的論述 它甚至變成了一個心理學的概念 就它心理學其實從佛教中抽取了很多的部分的這種概念 把它就是心理學化 比如說有一個 有一個捷克裔的美國心理學家 他的名字特別長 我有點記不住了 他寫了一本書叫FLOW F-L-O-W 它其實就是強調這種正念 就是忘我 它那本書其實有點像那種自我幫助的工具書 就是這類的書非常多 就是它就講說 你怎麼能夠專注於你幹的事情 其實就是你要進入這種忘我的階段 就所以我其實覺得禪宗它可能在歐美來說 它並不是說以這種佛教的面目示人 它其實一部分程度是以心理學的方式來示人的 特別是在這種 尤其是包括因為林伯大舟本人 跟很多心理學家榮格佛洛姆 到後來拉康 就這些精神分析學派 其實跟佛教的關係 我覺得關係其實 或者跟心理學的關係 其實也是從林伯大舟那時候開始的 所以我覺得在北美 一方面是普通人接觸佛教的機會非常多 不同流派不同信仰 其次就是心理學 就它作為一個佛教跟公眾之間的中間人 以某種另外一種形象去來影響就是普通人 我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我提問你 就是禪宗跟形式化之間的關係 就是我感覺我看起來那個就是去那個 去那個上林伯大舟課的那些人 那些藝術家 John Lynch 原來四分三張 都做得非常形式化 包括當中的家 還有包括像這個 Reyman 也是受到影響很多 所以我覺得剛好都是藝術作品 都是非常形式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是因為譬如藝術的本身 應該是反形式化 但是這些人在兩個世界 非常形式化 包括日本的四面 就是我看中的那些庭院 其實那些美學 也能感受的是非常形式化 就是譬如說他已經突山水 我覺得這個很奇特 就是 就禪宗在跟那個 就是 因為 譬如說在 譬如說 有大量的極限主義的那個時期 美國的極限主義 加上 Vinem都是受到影響 但是 事實上譬如說 歐洲其實極限主義 早就走不下去了 就是 就是 之後極限主義 讓美國再次欣喜 就是跟禪宗失望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 有關枯山水的問題 首先枯山水跟禪宗的聯繫 其實沒有 遠遠沒有 就是我們看得那麼緊密 就它其實是一個 一九二幾年之後 第一次枯山水和禪宗 被聯繫在一起 其實有兩個人比較重要 一個叫祭田村剛 他是 他是第一次把 京都大德寺下面有一個 叫大仙院的地方 的那個賈山稱之為 枯山水 然後在之後 有一個叫 Lorraine Cooke K-O-C-K 的一個英國人 他寫過一本書 叫京都百元 然後他其實 我後來發現 他是陵墓大主在京都的鄰居 嗯 所以其實還又回到陵墓的頭上 就所以那個外國人 就是這個英國人 他是第一個 用禪宗的這種 把枯山水跟禪宗 非常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他出的一本書 是一九三五年出的 所以其實有關 枯山水 跟禪宗的聯繫 就是其實 從他的根源上 其實沒有那麼緊密 然後再到 現當代藝術這邊 嗯 有關像 嗯 嗯 Jart 他做 Donna Jart 他的那些雕塑 然後再到John Cage 他的四分三十三秒 就他們這些的 你說的這種形式性 我覺得其實更多的是 是來自於這種 西方當代藝術自身的脈絡 禪宗對於他們的影響 我覺得是非常 至少對於創作來說 在我看來是略微膚淺的 有一個例子是 嗯 那個誰 Roshenberg 他是那個 John Cage的好朋友 然後他雖然沒有直接的 我猜可能也見過 林布大卓在美國 但是他沒有直接的說 努力學習產安宗 然後但是他畫過一幅畫 就叫Wide Painting 就是一個白色的顏料 塗滿一個白色的Canvas 他說這是我對空的理解 就是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就是 怎麼說就是 翻譯的非常 一部分很生硬 一部分就是他的 非常真實的一個感受 他們接觸到有關禪宗信息 不像在中國或者日本 就是這是你文化的一部分 你雖然沒有去過禪堂寺院 但是你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 空的概念 無 無常 就這些概念就是一直是 你能夠多多少少能夠了解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 當時的歐美 接觸到的信息非常有限 而且主要是來自林木大卓 所以我覺得禪宗跟他們的作品之間 如果一定要硬做一個聯繫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是一個弱相關的一個關係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回答 聊老師的問題 哦 OK 哦 還有時間 我想問一下就是禪宗退役就是中國的藝術家 大家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想 因為就是剛剛有時候講到徐平 他有的那個天書 他有的那些作品 就是和禪宗是有人間的 直接的關係的 然後他甚至就是說 有一些作品是把中國的那些 就是漢字和那個英文的一些 英文的字母拼合結合起來 所以他有就是說 中西方結合的這種思想 所以我在想說那種思想 再接受到就是西方的那種禪宗的思想 以及說他們中國本身這種禪宗的思想 以及中國本身的這種光哲學 對於我們中國的藝術家來說 你讓西方說老師可以 覺得一些道表情的藝術家 是不是 就我覺得首先八十年代 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時代 就是這方面我其實沒有做過 比如我沒有採訪過那幾個藝術家 問他們到底接受過什麼的想法 但是我的一個猜測 首先藝術家在做創作的時候 他們的這種思想和就是這個物品之間的這個轉譯 永遠不是一個非常簡單直接的這個關係 比如勞森伯格那個可能是比較極端的一個例子 就是空就是一個白的畫 就這個是個極端的例子 但是我覺得在中國八十年代藝術家身上 這種轉譯肯定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來自比如他讀了產 然後這一定是他的眾多的他的這個source 他的來源之一 比如說像徐兵就他早期他是做那個版畫出身的 有關這種古籍有關這種版課本 這個我覺得會是他感興趣的一點 其次就是由於他們在八十年代受到的是來自這種林木禪的影響 像林木禪其實來自林濟的系統 其實林濟是一個非常 就他的如果你去翻那個林濟錄的話 有很多的就是他為什麼被稱作羽鹿之王 其實就是因為他會說狠話 就比如說林濟錄裏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叫見佛殺佛見祖殺祖 見親眷殺親眷見父母殺父母 這是林濟錄裏的原話 所以我其實覺得他們從產宗中獲得的能量 其實是來自傳統的對於反叛的肯定 因為八十年代的藝術家們 他們當時面臨的現狀是遠比今天的藝術家要殘酷的 就是來自於美院系統 來自於這種蘇式的這種創作的固執 他們要從中跳脫出來 他們當然自己的勇氣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禪宗這種 當然林木禪這種反傳統 反叛 比如說禪宗不是宗教 不是佛教 這種反叛精神 我其實覺得這個時代內在 他們藝術家們會對禪宗有興趣的一個點 尤其是這個禪宗又是來自中國本身文化的一個職程 而不是來自西方 不是來自別的 雖然像我們剛剛說的 他其實又是來自西方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還有一個藝術家我沒有放在PPT裡 但是他其實是一個比較 談到佛教跟八十年代 非常可能做藝術的 馬上就會想到的藝術家是黃永平 結果黃永平他 我沒放他 是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人 黃永平他當年八八年在中國美術報上發表過一篇 有關廈門答答的文章 他裡面有一句話叫 禪宗就是答答 答答就是禪宗 我覺得他跟別的藝術家的不同在於 他其實是把禪宗個人化了 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把他讀到的書拿來做作品 或者說他其實當然黃永平的作品中也蘊含著很多這種 對於傳統對於既有事物的反叛 比如說他很有名的把美術史放到洗衣機裡洗 然後最後弄出一堆廢紙那些作品 就這種反叛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案例 我覺得是需要更多的研究去來 就是釐清和分析出這種佛教或者禪宗 在他的創作中究竟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的一個藝術家 對 大概是這樣 嗯 謝謝 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問題 剛才您那個韓國藝術家的那個作品 如果不從禪宗之前來理解到 看您是怎麼來理解他的作品 對 李宇煥 李宇煥他是一個物派的藝術家 然後物派的藝術家他們其實是根植於二戰後 然後李宇煥本身也是很特別的一個藝術家 他是韓國人 但是他是在日本上的學 所以他又會韓語又會日語 然後他在 我忘了他是學哲學的 還是他反正有跟哲學相關的經歷 所以他的物派 然後他的藝術是隸屬在一個物派的category之下的 然後他們討論他們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他們會說 因為名字一樣 物派 他是這種東方的對於現代主義的一個回應 他不會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一個東方的哲學系統之下去來分析 至少他們自己不會這麼分析 但是我的感覺是他們脫身於這個系統 他們跟東方肯定是有各式各樣千絲萬縷的聯繫 但是禪宗的確不是他本人就是會去主動去產生聯繫的一個藝術家 去產生聯繫的一個援引的這個點 所以我覺得李宇煥他由於他學的是西哲 所以他的這種作品其實脈絡是根治於這種存在物質 就這些系統當中的一個東西 所以但是就像我說的就是他本人雖然不承認這個東西跟禪宗有什麼聯繫 但我覺得不妨礙就是觀者去來做這個聯繫 就像因為這作品被藝術家製作之後 它其實是一個自由的一個狀態 對 所以我覺得就像他就像胡適覺得禪宗是假的文獻 那這個對話不是就在假這就終止了 就像李宇煥他說我這個作品跟禪宗沒關係 就並不是說藝術家說沒關係這個對話就終止了 其實我覺得還有很多的可以去討論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 然後是不是先生有問題 對 先生的問題感覺是給龔老師的 先生有朋友問說請問為什麼太虛在西方沒有講唯實論 他不是在南京跟著楊慧文老師學習真正的佛學嗎 太虛實際上是跟楊文慧是有學過 但是實際上楊文慧在佛學的觀念上 他也不是為實的立場 為實的立場反倒是到了他的傳人 他的學生在歐陽進吾那個時候才開始比較 特別要特別要把玄壯的為實學的觀念 楊文慧自己在佛教的立場上 實際上是比較傳統的 是所謂中國的如來藏思想的那個傳統 所以太虛當然太虛對於中國的佛教裡面 其實太虛講他自己最為認可的 他認為最能代表中國佛教精神的是禪 太虛自己是這樣講 當然他對帶到西方去的 所以我覺得也非常厲害 他在西方的演講並沒有特別去強調中國佛教的傳統 他一直想要 這個我想是跟這個就是我們在講到 李牧大作的師父也是一樣 他們會認為說佛教的傳統要向西方人介紹說 佛教的傳統比西方的宗教更符合現代性 更符合現代的思想和科學 其實他在西方做這類的演講 我覺得恰恰沒有切到當時西方的一個語境 所以我覺得他是在策略上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實物 所以如果他當時是能夠比較系統的 或者是從中國的一個學問生來講 中國佛教的這樣一個傳統 我覺得可能是更有意義 西方人更願意了解這樣一個傳統 他了解的不是你要跟他去講他的傳統 然後現場沒有的話 在最後問一個線上的問題 這位說他去趙慶梅安的時候看到六祖紀念館裡 有引用毛主席對六祖非常正面的評價 以及鼓勵大家看六祖壇經 所以剛剛提到的藝術家張建軍看六祖壇經 而非林基禄是否會有這個方面的影響 我沒去過這個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毛主席跟六祖壇經的這段故事 但是我的猜測應該是會有的 就如果有正面的評價 那麼我覺得會導致這本書的在出版上 各方面會有一些幫助 然後就導致它更容易被閱讀得到 對我的猜測是有的 對我也應該去這地方看看 那沒有別的問題 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先到這裡 然後謝謝大家擺盲之中抽空來到UCC 然後我希望大家持續關注我們接下來的這個講座系列 還有三場 但是剩下三場都在北京 對 但可以先上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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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